其实我对阿拉泰的印象 也就是从过去 在这个我的阿拉泰电视剧火爆之前 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像一个驿站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到阿拉泰 只要要去卡纳斯 一朝公路 或者看三里木湖 基本上都会经历这段路 这一定会到阿拉泰 跟我印象中的这样的 就是整个没有见到一些更烂的路 基本上就路比较窄 弯道比较多 对车辆要求比较高 具处一定的要求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 你要如果说那种有心理阴影的话 或者心理压力比较大 你开就可不快 因为确实很多地方会出现交通事故 因为它的路比较窄 对象行驶车辆也比较快 你海浪就出现挂岔 尤其在超车的时候 它真的是 所以说你开车的时候 对那要求很好的形态可以 当然也有更好的车的空间 因为要带着好多 你要用的东西吧 所以我觉得这次去阿拉泰 我给我印象中的那种纯粹感 而我觉得一直在这种车型 来进来训练 他们也是同样的道理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多的纯粹的感觉 纯粹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们最近确实受到一些影响 你买一车 不管是它会受到它的更新迭代的影响 就会心里会闹着毛病 或是受到一些它的一些大的缺陷 有时候我们只关注它一个点到两个点的优点 而忽略了它在其他的并不占优势的短板 可能一个短板对我成为一个痛点 会这样也很难受 更综合性的更好 更纯粹的车型来说的话 其实新的来说像一大龙的满天来训 它是更偏纯粹的 所以说你开这车的时候 你就会没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顾问 就你开这种车 我觉得你买的时候 可能在价格方面 可能前一段购书税 或者说等等 会有点点难受 但你真的开起来以后 有这么车 十年二十年你们开的 或者说你真的开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对你这情绪的干扰 看嘛 对吧 车看起来也很耐看 也很舒服 空间也够大 有话还可以 就车进去没啥问题 就看不上 所以说你都没有情绪感了 所以说他也不因为 受到一些所谓的迭代呀 这边在哪这边的影响 所以说越是没有这种影响的时候 你越纯粹的时候 你心思就会变得 不受干扰的 去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 所以说我觉得 多次起过新疆 他这次的想法 确实让我觉得 什么它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人生指寸感很重要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大 他也太能火爆为大家去关注 因为这么一 剧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复杂 而正是这种 跟我们当下的一种 繁杂的状态的一种 很大的反差 而我们又要去追求这种沉粹 不受任何的外界的 思绕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 因为二次的车车 他来跟那些 他们也有他自己独到的一些点 我觉得这次的体验 其实给我带来一些更多 从性的方面 还是从个人认知方面 的一些大大的变化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 可以开一开体验一下 那种德系车 带来的一些持续感 感谢观看